华联市立幼儿园邀请苹果剧团在平安夜当天下午 在东华大学演艺厅进行儿童剧展 由苹果剧团演出低头足小龙女儿童舞台剧 现场说的让市佑学童体验取票并依照票寻味之外 还邀请了华联市长魏家贤以及市民代表 一同享受欢乐舞台亲子时光 市长魏家贤感谢华联市佑的教学团队为孩子着想 特别安排儿童剧的演出 让他们欣赏 市长魏家贤也表示 东部地区虽然在资源方面有先天上的不足 但是花莲市公所都会邀请来自全台各地艺术工作者 来到花莲表演 让孩子也能够感受到更多元的艺术教育 那今天是我们花莲市立幼儿园 在圣诞节前给我们大班中班小班的一个非常欢乐的一个剧场演出 我们今天也邀请到苹果剧团 来表演低头竹小龙女的一个故事 那我们希望借由故事的互动 让孩子能够了解到3C产品 其实对眼睛对身心理的一个危害 进而能够从实书本多多来做其他的一个阅读 还有运动的一个习惯 那再次也要感谢所有的家长 还有我们实力学员的老师 一起来策划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都很高兴 也期盼未来有更多有趣好玩的一个剧码 我们能够邀请到花莲来 让孩子们能够一起来享受到这么棒的一个戏剧表演 同时市长魏嘉贤也赠送现场小朋友圣诞礼物 而苹果剧团在低头竹小龙女 这一部结合寓教与生活的儿童剧 主要讲述女主角小龙女得到一台手机 作为生日礼物之后所延伸出的生活问题 剧情也反映现今3C产品盛行的时代 该如何从事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让家长跟小孩透过欣赏儿童剧的同时 这些电子产品所使用的方式 记者林杰收封箱采访报导